我的朋友是一位年轻的大男生 他说有点沮丧 因为头发越脱越少了 一向来温和灿烂的他 说的时候还带着笑容 但是语气有些不同 这次好像蛮认真 也带着笑容 带着一点点的感伤 我说原来你会介意啊 他说说不会介意是假的 那玩笑的背后 其实是有深意的咯 其实会拿自己的嘟头来开玩笑的人 他心里是有些在意的 我想到蛮久以前 我学长曾经告诉我的一句话 他说 你无需为你的脸烦恼太多 因为你的吉他优点已经掩盖了他 那时候我大学二年级满脸都动 学长试着开解我 同样的一句话 同样的一句话 那么多年以后再说 不知道还管不管用 我这听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